高中部里的这种分析方法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的图像分析 图像分析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分析方法 也是高考喜欢考的重点 我们发现高考每年都会出大量的图像题 图像它其实是一个很装逼的一个元素 为什么 就有话我不直接说 有条件我不直接给 我就放在图像里 然后这时候呢 我希望你跟我是心意相通的 然后咱们俩稀有灵心点通 你要从这个图像当中 把我想呈现给你的信息呢 全部都挖掘出来 所以这时候呢 眼神好的 然后脑子活的 一看图像 就把信息都顿得出来 而且顿的是正确的 是全面的 没有出漏 也没有作拽 有的人呢 就懵了 看这个图像就是 如如空时如如宝山而自知 那么多条件躺在那 它都揪不出来 那么我不能认识这些事情 包含在我的课堂上 我的学生学生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 讲XT图和VT图 我们要把图像分析的通用技能 给大家讲清楚 让大家掌握好 以后我们的图像 换成别的图像 那么以上技能仍然可以使用 明白了吗 好 那什么是XT图呢 XT图它其实就是一个 位移时间图像 那么对于这个位置 随时间的变化 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来描述呢 我们可以用表格来描述 我们可以用图像来描述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函数关系式来描述 它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问题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它的位置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三种描述方式 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用的数据来描述我们的运动形式 0秒10对应的位置是0 5秒对应的位置是100 10秒对应位置200 15秒对应位置300 20秒的时候对应的位置是400 好 同学们 我们一看这个数据 我们就想 它大概其应该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应该是一个什么运动 我们看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的位置在均匀的增大 随着时间增加位置均匀增大 我们感觉它应该是个运速直线 我们感觉它应该是一个运速直线 但是呢 我们也不敢说那么绝对 因为还有中间的态度细节呢 我们不太清楚 那么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图像来呈现 我们把以上的两个物量一一对应 然后把它画在一个平面之角作标系当中 画到平面之角的位置当中之后 我们把这些点一个一个的给它连起来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位移时间图像 好 同学们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位移时间图像 它是一个倾斜直线 这意味着什么 位移时间图像是一个倾斜直线 那么根据函数图像应该对应着一定的函数方程 那我们都知道它的函数方程对应的应该就是X等于VT 对不对 其实我们如果直接写不出来这个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如果把它看作Y轴 把它看作X轴 这种函数图像对应的就是Y等于KX 对吧 如果要给KX 然后把Y轴换成我们的位移 S或X都可以 有的老版本当中还用S表示位移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用X表示位移 好 然后把X轴换成T 然后X等于K倍的T 对吧 那么X等于K倍的T的话 那我们整段线都是一个什么呀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 恒定的 弦率的这么一个线 那么它的K值是个定值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它对应的原值 X等于VT是个原值 OK 所以你看图像也可以先复地反映我们的运动图像 那么这些 不管是图像 还是说它是一个数据 还是说它是一个方程 它都可以反映我们的运动 属性 明白了吗 那么到这儿我就发现 图像其实反映根种属性呢 特别的直观 对不对 特别直观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正式的研究一下我们的X系图 朋友们 对于所有的图像 我们有一个六看法 对吧 什么叫六看法呢 首先是一轴二线三斜律 什么意思 一轴就是要看坐标轴 看坐标轴什么呢 看看横轴是谁 看看纵轴是谁 看看每一个轴所代表的物理量是什么 看轴 主要看X的轴 Y轴 它们分别对应的物理量是什么 那么除此之外还要看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图像 后面呢 还要进行相应数据的计算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需要看一下横轴和纵轴 它们所对应的单位 你一定要看单位 很多人不看单位造成了终身悔恨 好 那么看完轴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X系图 在每一个时刻 我们都对应着相应的位移 好 轴我们就看到了 看完轴之后呢 我们来看线 我们来看线 那么我们这会有各种各样的线 朋友们你们来看啊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线 来 一二三四五 五 你看 一共有五条线啊 那么有很多线的时候 让我们要弄清楚这个线代表什么 你比方说第一条线 第一条线怎么样啊 它平行与T轴是不是 平行与T轴的话表示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的位移怎么样啊 根本就不动 所以这时候呢 就代表它的状态是什么呢 是静置 所以平行与T轴是静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所有的倾斜直线 我们的二 我们的三 我们的四 我们的五 它只要是倾斜直线 就代表它的位移在随时间怎么样啊 均匀发生变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确定 倾斜直线通通都是什么 都是云直 因为位移随时间均匀变化的 只有云速直线 OK 好 然后我们看线 开始分清楚 我们这个地方呢 以横轴为分界线 那么上面的物量通通都是什么样的呀 嗯 我们上面这些图像啊 它上面的点 所对应的重坐标通通都是什么指 哎 横线上方 我们对应的这个重坐标 它都是正指 那么我们横轴下方 所对应的这些坐标 通通都是什么指啊 哎 通通都是负值 所以我们看完线之后 哎 横线 倾斜直线 分别属性 要知道 然后横轴上方的线 代表物量 是正的 横轴下方的线 代表我们说对应的物量呢 是负的 这些都应该清楚 我说老师 那外有个曲线怎么办呢 朋友们 如果碰到现在的曲线 哎 我说曲线有好几种属性 对吧 我随机画了四种曲线 那么这个曲线 等我们学完鞋子之后 你就明白了 一轴二线三斜律 马上我们就讲到了斜律 啊 那什么是斜律呢 朋友们 哎 什么是斜律 什么是斜律 斜律 啊 那么在我们的数学当中 在数学当中 Y等于KRX加B啊 其中这个依次项系数K 它就是斜律 对吧 哎 它就是斜律 那么在我们的物理当中 在我们的物理当中 我们把这个线的倾斜程度啊 倾斜程度 可以用斜律来表示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物理当中 斜律的大小是什么呢 我们物理当中也用K来表示斜律 那么斜律的大小就是 ΔY比上ΔX ΔY比上ΔX 我们只带它具体的数字就可以 我们不管它来正负啊 那么我们这个ΔY比上X就是 我们的斜律K 那比如说我们的横轴纵轴 现在进行换成XT 那同学们 我们XT图的斜律表示什么 嗯 XT图的斜律表示什么 哎 XT图 它的斜律K等于ΔY比ΔX ΔY就是我们的ΔS ΔX就是我们的ΔT 对吧 纵轴物理量 横轴物理量 我们这边一除 而且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速度 对不对 哎 所以斜律代表的是速度 记住了 插地图 斜律代表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的大小呢 就可以通过斜律的大小来表征 斜律的大小等于ΔY比ΔX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随机选取 比如同志们 你给我口算一下 咱们的第二根线 第二根线 它的斜律等于多少 根据我们的指标轴 我们可以选两个点 对吧 我们选一个圆点 再选一个右边的一个点 那么这时候ΔY就等于20 是吧 ΔX呢 就等于4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算的标单位 我们让它的Y轴单位是米 横轴单位呢 就别是秒 那么就是20比上次 就是一个5米每秒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2这条线 它的对应的速度给它求出来了 明白了吗 弦率的大小 我们想计算就是ΔY比ΔX 那么我们想判断斜律大小 如果想定性分析的话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只想定性的分析 不需要算出来 那同志们 这时候斜律大小在如何判断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2和3 谁的斜律更大 朋友们2和3谁的斜律大 K2和K3谁的斜律更大 大家一顺的都是3 对不对 K2和K3明显是K3斜律更大 你看它的ΔY比上最硬的X 明显大于刚才那个K2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进行计算 我们光看它的这个形状 那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坡 对吧 你看它都相当于是个斜坡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坡 来判断斜律大小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有一个小的口诀 给大家体验啊 叫做坡是越陡K越大 我们这个斜坡 坡越陡K越大 告诉你们坡越陡K越大 好那现在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XT图给你一个曲线 给你一个曲线 那么请问这时候它的斜律变怎么样 变大了还变小了 变大了还变小了 对 坡越陡K越大 那么我们这个图像往上飘 越来越怎么样啊 这个K是增大的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图像是这个样子的呢 第二幅图呢 也是增大吗 第二幅图 这个K它也是在增大 对吧 它也是增大 越来越陡了对不对 越来越陡了啊 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样一个图像 绿色这根 绿色这根 鞋率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趋于平缓 越来越趋于平缓的话 那么它的鞋率就在逐渐减小的 那么如果是变成这样子 也是越来越趋平缓的 这时候鞋率也是在逐渐的变小的 明白了吧 好 有人到这就会问了 孟老师 你看它一波线是往上扬的 一波线是往下降的 上扬下降到有什么区别呢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张重的点 就是鞋率的正负 好 鞋率的正负 同学们 这时候有什么重的意义呢 我们说了 插系图的鞋率代表的是速度 对吧 而速度它是一个食量 它是有什么的呀 它是有方向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直线运动当中 我们的方向通过什么来体现呢 直线运动当中 那么我用正负号就可以表征我们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 鞋率的正负 它对应的就是速度的方向 明白了吗 那么哪一波的鞋率是正的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啊 123456 左侧一共有六根线 告诉我哪些鞋率是正的 哪些鞋率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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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尔法呢 是我们这个线和横轴的正半轴所成的那个夹角 这个夹角叫做阿尔法 那么如果我们那个线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夹角阿尔法是个顿角 那么顿角的时候 鞋率是负值 锐的时候呢 鞋率是正值 所以我们有个小口语叫做什么呢 叫做锐正顿负 叫做锐正顿负 当然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学正切 你还不知道这个正切什么时候是正 什么时候是负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口语来去记 你这么来记同学们 上坡 K为正 下坡 K为负 好 同学们 上坡K为正 下坡K为负 请问左侧 一这个平行 它鞋率就为零了 不用管它 二三四五六当中 哪些鞋率是正的呢 哪些鞋率是正的 上坡K为正 下坡K为负 所以你这个时候发现 左侧 二三四五五 四它们统统都是上坡上坡上坡 对吧 然后咱们的五和六就是下坡 下坡K为负 同学们 K为负就意味着速度是负值 速度是负值的话 那么就跟题里面归应的负方向怎么样了 刚好相反 明白了吗 所以一轴二线三鞋率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鞋率 因为鞋率这儿我们可以考察你的计算 鞋率这儿考察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计算 通过计算你能知道鞋率代表的是谁 通过计算你还能把它所代表的物量给它求出来 那么下一个考察重点就是 那么你必须能够判断出鞋率的正负来 通过鞋率的正负 然后把物量的正负确定好 然后再和题里面的正负方向对比一下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明白了吗 一轴二线三鞋率 前面就这么看 信息就出来了 OK 好 看完这些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请看咱们这边这个差距图 看这个差距图 那么这个差距图 你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那么它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这个差距图做的是什么样的运动 认真听课啊 我们看0到t时间带内 对不对 它是倾斜直线 倾斜直线是云直 对吧 平行剃轴是静止 然后bc带也是倾斜直线是云直 好 新运直再定直 然后再运直 对吧 然后根据上波k为正 那么这边这个k就是v v为正 下波k为负 k是v v就是负值 对吧 好 图里面 基本属性是就分析出来了 那么根据这个基本属性 我来大胆的预测一下 我说部体的运动轨迹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图里面 部体的运动轨迹这样 这样 正确吗 我根据图像 我画出了它的运动轨迹 我这手操作棒不棒 扭不扭 ok吗 ok吗 当然不ok了 对不对 你要记住 我们的插替图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 它表示的是函数 随时间的那个函数关系是 然后在图像当中的反应 它是一个函数图像 插替图像是一个函数图像 那么这个函数图像怎么样啊 它和我们的运动轨迹是不相等的 明白吧 函数图像只是用来描述两个物理跟之间的关系 跟具体的轨迹是不一样的 千万不要认为是运动轨迹 那真实的运动轨迹是什么样子呢 真实的运动轨迹 老师给你们画一下 你看 零时刻的时候 它在原点 原点在欧这 零时刻的时候 也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它的微微正 微微正的话 我们默认向右为正方向 那么它就往右走 往右走 匀速直线 一直走走走 走了一段T 走了一段T0 T1 然后走到了P 对吧 走到P之后怎么呢 我就停下来 休息了一会儿 休息了T1到T2一段时间 然后干嘛呢 然后我又往回走了 对吧 我的微微负 我又回到了微一微零的位置 看不见了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轨迹 它实际上就只是在一条纸线上来回游战 跟这个大坡怎么样呢 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住了 我们的图像是函数关系式的一个反应 它不是实际的运动轨迹 实际运动轨迹呢 我们得自虚脑补 你懂吗 自己把这个正向反向的搞清楚 从哪儿到哪儿搞清楚 把时刻时间对清楚 然后一场戏在你脑子中就演出来了 OK 好 这是一个预测点啊 一定要把它记清楚啊 好 下一个问题给大家啊 下一个问题给大家啊 如果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插体图 这个插体图呢 长得很奇怪 请问这个插体图它描述的是直线运动吗 这个插体图描述的是直线运动吗 是不是直线运动 是不是 当然是 你看 它这个地方啊 斜率代表的是速度 对不对 那么上坡 上坡 上坡 上坡这些段的时候 上坡 微微正 然后下坡的时候 这是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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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坡 微微负 所以整段过程 微的方向只有正向和负向 对吧 只有正向和负向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运动就会局限在了一个意味直线上 对不对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直线运动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好 明白了 就是插体图当中 斜率代表速度 速度只有正复之分 那么这个意味着我们的速度 它都会在同一条直线上的 明白了 那我再给大家画一幅图 在这幅图当中 插体图是这个样子的 好 这样的一个插体图 它对你的轨迹 对那种轨迹 还是直线吗 哎 我的插体图 对不对 优美的曲线 弧度 它还是直线吗 还是吗 想想清楚啊 你票人都被我吭了 都被我吭了 这时候 它当然还是直线了 对吧 你看我们左侧的图标为A 右侧图标为B B图和A图的区别就在于 A图它每一个小段都是直的 代表它的斜率是一个固定的直 而咱们B图当中啊 它的这个曲线是因为 它的斜率一直在变化 但是同志们 不管这个斜率的大小怎么变 它这个斜率是不是也满足上坡的时候 那么K就都是正的 然后凡是下坡阶段 那么K呢 就都是负的 所以即使K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它的方向也只有两个维度 要么是正 要么是负 所以速度方向只有两个维度的话 它也只能是一种直线运动 对不对 所以今天那一千多个啊 直接说它不是描述直线动的人 这样让你记性 记住了 不管我们的插体图 它是直线还是曲线 它的速度 它的斜率 只有正向和负向两种情况 这时候它所描述的 全部都是直线运动 明白了吗 OK 好 今天的图像呢 是你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的 我们的六看法 也是你的脑脏中从来没得过的思维 那么我们希望你上升到这个高度 掌握我们图像分析的这个通杀技能 然后这一份 一定需要大家好好的看看回答 回头老师 也会给大家把手机笔记呢 传给斑斑 记得结合老师的手机笔记 一起来看 明白吗 好 刚才看了大家一下啊 长记性 好 我们继续往上看 我们刚才说了六看法 看图像 一轴二线三邪律 然后呢 四截区五交点六 然后面积 拮据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这个图像 它和我们的横纵轴有焦点 我们把这个焦点称之为拮据 好 那么我来看一下 插替图当中的拮据是什么 你看 B号线 对吧 它在Y上有一个拮据 这意味着什么 同学们 这代表的就是你们 你们报了数七班 有的人数七头是去乱 那么等到开学的时候 你们的起点就比较高 对不对 这个你们刚开始就已经比别人跑在前面了 别人从远点出发 你们已经在X0这个位置了 所以我们这个数七是朝前预期 抢跑高一 这个起点高 它已经有了一个初始位移了 那么报道数七班的同学 你们已经证明了一个高的起点了 那么那些反应比较慢的 然后开了学之后呢 还要先玩上一个月 交一个月朋友的 那么他们对应的情况 就是我们这幅图了 对吧 你看他的这个图像呢 它有一个横轴解决 这个横轴解决表示什么 表示前面0到T0的时间段 他傻子没干 对不对 傻子没动 从T0时刻 他才开始走起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节制 对吧 它的起步是比较晚的 所以同志们 你们想当那个起点高的 还是起步晚的呀 来这堂课的人 都想当那个起点高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右侧这幅图 右侧这幅图 它起点呢 倒是蛮高的 一开始 它也有一个初始位移了 对吧 所以起点还是蛮高的 但是后来怎么样呢 它走了下坡路 为什么会走下坡路 因为它没有联报秋季班 没有联报冤解的秋季班 开学之后就发现 到牛儿那儿很惨 然后呢 它就走了下坡路 到T0这儿就死惨了 怎么样 这个稿告做666 好 以上就是关于结局 插系图上呢 纵轴结局 就代表的是初始位移 横轴结局呢 就代表的是 它的位移为零的时刻 有的时候是一个歧视时刻 比如假图 有的时候呢 是一个终点时刻 是意图 OK 好 朋友们 你们现在已经数期了啊 数期结束之后 大家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但如果想后期持续领先 那么一定要联报秋季园 好 人生和我们的运中普相 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头老师给你们详细解读 OK 好 我们刚才把结局讲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讲 焦点的含义 焦点意味着什么呢 我看谁能把这个关键词给撩出来啊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 你们来告诉我 焦点意味着什么 你从东边 我从西边 走到一个期待已久的时间 你从南边 我从北边 走到一个期待已久的时间 对啊 这个焦点就代表着 在这个TX这个时刻 我不要为TX啊 在这个时刻 假和乙 他们所对应的 为乙是一样的 对吧 他们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间 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 这不就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这不就是一场 初心机遇的相遇吗 对不对 所以 插体图像当中 焦点就表示的是相遇 OK 好 图像分析不插体 第五个点就要看焦点 这个地方焦点 表相遇 当然 六面景啊 对于插体图来说 它的面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不看了啊 但是前面这五个概念 对所有的图像 都是凸杀的 直定又一个面积 有的时候有利益 有的时候没有意义 好 说这位 以上是我们通过插体图 要给大家讲到的 那么掌握好了插体图的这个六看法 主要是前五看了 就会点的意义 那么我们接下来 要对这几幅图 对 它就用状态 要不判断 好 第一个是什么状态呀 第一个我们说平行T轴为什么 平行T轴为静止 对不对 那么它就静止在一个初始位置为X0的点 一直在那静止 不动 那么我们在2表是什么呢 我们说2它是从位移原点出发 对不对 要不说从原点出发 然后它的斜律是正的还是负的 斜律是正的还是负的 从原点出发 上坡K为正 K为正 V就是正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的V是正向的 从原点正向 做什么呢 做云直 对吧 从原点正向做云直 平行T轴是静止 倾斜只限出云直 我们的2 我们的3 我们的4 它们都是倾斜直线 所以234 我们可以判定它都是云直 只不过它们的起始点规律有不同 我们的3 3它是怎么样啊 有个很高的起点 对不对 从我们表现F1 对吧 从F1处开始走 那么它的方向是正的还是处的 上坡K为正 下坡K为负 所以它是沿着负方向 对吧 然后也在做云直 那么第四呢 第四也是从原点开始走起的 对吧 然后呢 上坡K为正 下坡K为负 它也是沿着负向 做什么呢 做云直 OK 所以记住我们刚才的 一轴二线三斜率 是结局五焦点六面积 那么我们先把线的属性很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结局的意义 然后这事就明白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根据 它们几个在这有个焦点 我们可以判定 如果这是一个提一时刻 那么提一时刻 就发生一场美丽的相遇 OK 会了吗 好 会了东西 到了 对 插地图的面积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面积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它是底层高算出来的 对不对 它是用两个横轴 外轴的两个物理量 全一起算出来的 但是你想想 RX乘以T 位移乘以时间 这可有物理意义吗 这个没有 所以插地图我们就不看面积 我刚才说的是通法 通法就是我们把所有维度都讲给你 有的图像呢 面积有意义 有的图像呢 没意义 我们灵活看待 明白了吗 好 我们继续往下 来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请大家来抢一抢 五个学分 来来来 同学们 友情提示 这是一道多选题 五个学分 是大指大指大指啊 我们还是撑着点滑 来 走起 这是一个多选题 多选题 一看轴 插地图 横轴是你 横轴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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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看线 你是倾斜直线 你也是倾斜直线 倾斜直线 对应的就是 云直 对吧 平行T轴是静直 倾斜直线为云直 你们两个人都是云速直线 然后根据上PORK为正 这个肯定K是正的 下PORK为负 那么我们这个K呢 就是负的 然后什么的事呢 拮据呢 R0代表起点高 T代表出发的晚 其实我已经把这题讲完了 对不对 你想啊 首先他们都做的是云速直线 那B选项肯定是第一时间就要选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斜率代表的是V K为正 V是正方向 对吧 下PORK为负 它的V是负方向 所以这种情况下司机能选吗 坚决不能选 然后再看他们的这个拮据 纵轴拮据 代表的是它的起步 起点是比较高的 有个初始位移 那乙是从L0开始走起的 而贾呢 贾是晚出发了一会儿 而且还是从位移0点开始走起的 所以它两个人的起步 就差了一个X0 这个乙也没错 对不对 然后时间上呢 那我们这个贾 它就是比乙怎样啊 要早一点 乙呢 它就是起步稍微的晚了一会儿 睡懒觉的嘞 对不对 开学浪的嘞 总之就给别人晚一步 晚一步后面就持续晚 得解了 好 正确的答案就是ABC 你做对了吗 综合选项 综合看啊 我们加油 来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一张啊 刚才这道题 如果有人说老师我一也会进 那么我再给大家两个学份 我发现一夜之寒同学棒棒的啊 经常上网 会有印象 来看这个 这个一看 先看轴 都是插替图 都是插替图 一看轴 然后呢 我们题里面怎么说的呀 某同学从学校向中去邮局 假定其运动是云素直线运动 邮寄新建后 如果远路云素返回学校 在途中能够正确反映该同学运动情况的是 这位同学是谁呢 这位同学是谁呢 而且是 早恋的 韩哥 还是一个异地恋的 韩哥 根据韩哥的年龄 我们猜猜看 还需要去邮局写信 那么韩哥当年肯定是小于15岁 很多年前的事儿 现在发短信 聊微信 都可以 还是还写新点 好 想想 早恋意地恋的韩哥 他的插替书应该是什么样 你看我们的分析是不是很有逻辑 是不是 好 再给大家三秒钟 三 二 一 开讲 首先呢 同学们记住一点 时光可以穿越回去吗 同学们 我们来一点 时光可以穿越回去吗 时光可不可以穿越回去 时光可不可以穿越回去 记住 穿越只存在在小说和影视剧作品当中 我们是修公里的人 对不对 我们要尊重客观事实 我们要理智也要严谨 那么我们要认定一点 目前 时间 是不能回溯的 所以 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位置 T1时刻在这儿 T2时刻在这儿 T2时刻在这儿 我们限制的往前走 不可能往回到 明白吧 那通过这个 A肯定被pass 时光不能逆提 D也不能逆回 穿越是不OK的 所以AD先被我们排除掉了 明白了吧 送本题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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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